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ny 英國人很喜歡去南部一個叫做Brighton的地方度假 這裡有河、有美食、還有不少的本土購物街 是一個遊山換水的好地方 我們立即出發 Let's go 這邊很有西貢的感覺 道路比較窄 但整個Vibe是充滿度假休閒的感覺 我們放下一些行李在Airbnb 坐了一會 之後我們就來到North Lane這裡 在這裡可以買到大大小小的手工藝品 如果你喜歡文青Style或者小配件 的確很容易就找到自己的心頭好 這間Family Store跟很多不同的策劃家合作 所以在這裡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令人少許的產品 慢慢走的話也可以走到大半天 這次去Brighton的主要目的是參加阿Yook的畢業典禮 來到Brighton最開心的是見到海 超美的 這是Brighton以前的舊馬塔 輸完之後就變成了打卡的地標 而R360可以付錢上去見到360度Brighton的風景 餐餐上面有一個倒轉的屋 在城市中看也覺得挺可愛的 浪很大的一天 有時我們也希望會追蹤一些會消散的快樂 漫漫很大的一天 有時我們也希望追蹤一些會消散的快樂 Burger Brother 挺好吃 大家可以嘗嘗 Brighton 碼頭是一個小小的遊樂場 就好像一個海上的冒險樂園 這樣說好像浪漫一點 之後我們就去了Regency Restaurant 是海灘對面的餐廳 我們很喜歡這裡的海鮮店 海鮮來說這一間應該都算比較出名 既晚的Brighton 是更加大風 但也很有這個城市的魅力 這一間Sprinkle Gelato的Waffle 很出名 Waffle比Gelato出色很多 而且價錢也挺划算 值得一試 遊一日 The Grand Royal Pavilion 人太多了 我們下次再來參觀 今次就在她的Garden 繞了個圈 昨晚有酒店火燭 所以整個城市都是燒焦 本來我們要搭的巴士都改了線路 所以我們就轉了搭Uber去Seven Sister Club 說到七至每這麼熱門的山 大家可能就會知道原來是位於Brighton 所以我們要搭你了 到了Seven Sister Country Park 要慢活一下 三龍榮的Behind the scene 看起來很輕鬆 其實不是的 是很大風這裡 如果有時間 大家用兩三小時 就可以走完整條Seven Sister 十分建議大家要來這裡放鬆一下 夏天來到Brighton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感受一下這裡的風 這裡的海 放鬆一下 充完電 又可以回去繼續工作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以及分享給你的朋友 想繼續留言 想繼續留意到會圈的朋友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可以 嗎 可以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